TVB烈火雄心饰演王喜古灵精怪的女儿瑶瑶。现在已经24岁长成这样。 有包TVB电视剧的朋友一定对这些童星不会陌生,你可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,不过一看照片以前的TVB回忆统统回来啦。如今他们已经长大了,看看你们是否还认得他们。 1.程佳莹 出生于1993年,最广为人知的角色,莫过于是在烈火雄心饰饰内饰演王喜的女儿瑶瑶,当时还有点baby fat的她,说话时带有点古灵精怪的表情,舔死了不少观众呢。 2.程佳莹 3.程佳莹 舔巨蜥当初她会入行拍戏,是因为她经常到片场看哥哥拍戏,继而被剧组相中。 4.程佳莹 夜楼民,10月初五的月光,驼枪师姐II,烈火熊心II。 2.Jacky仔. 王树溪 现在的Jacky仔已经19岁了,少了当年去之模样,长大后显得更斯文变静仔了。参演电视剧包括皆大欢喜。争分夺秒,情迷黑森林,秀菜玉柱冰,我的野蛮奶奶,妙手人心,石兄弟等。 3. 庄顶心 庄顶心曾经是TVB童星,甚至出演过Encore 36小时II,老表你好 here,等大热剧集。 3. 今年18岁的庄顶心。LK在2015年参加4Minute经纪公司Cube举办的试镜。 4. 于2016年2月加入韩国女团CLC出道。 继GOT7的Jackson后,她是第二位成功打入K-Pop的香港人。 4. 谭真一 她在TVB演出过十多套大大少少的电视剧,最近的《亲亲我好吗》饰演一名顶级港孩,赞好不绝。 5. 吴诺洪 1999年出生的她,4岁就踏上童星之路,不论是《公心记》、《爱》、《回家》等大热剧集都曾有她的出现。 6. 现实更是香港剑机队成员之,不实代表香港出赛。 6. 墨凯迁 说起墨凯迁,相信大家都会立刻想起她刚出道实在残酷一丁的惊人表演吧?曾在《阿望新传》。饰演童年版的丁长旺,《大太剑》。饰演李安泰一脚。 7. 王炳熙 7. 他曾于教育电视及多部《香港无线电视剧集》演出,此外亦曾经拍摄多个综艺节目。 7. 代表作有《公心记》的启王、爸爸比翼的童年敏天赐等。 8. 带表作有《公心记》。 带表作有《公心记》、《公主驾到》等。 9. 两位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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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. 参演TVB2009年台庆剧《公心记》正式出道,饰演童年姚金凌,其他代表作还有《公主驾到》童年司徒银萍、《独心神探》赵佳佳、《蒲松灵》、《乔松灵》、《乔营》、《乔徒行者》、《康瑟》等。 10. 林俊良 代表作品有《1997年西游记2》的《六尔弥猴》、《1999年碧血剑》的《小原城日》、《2000年倚天屠龙记》的童年张无忌。 11. 黄美琪 11. 黄美琪 他早于1995年加入《无线电视》、曾经于《教育电视》、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、《Ii及帝女花》等节目演出而受到观众注目。 自己的面膜、自己调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